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讲到俄迪普斯 我们来看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我们前面提到 普罗米修斯造了人 他造火也是为了人 俄迪普斯发现的斯芬克斯的谜语 他的谜底是什么 都是人 然后呢 这个人字啊 在这个希腊神话当中啊 反复的演变 就是人的生命 人与人之间这种天然的情感 这就是天理 那么我们来看俄迪普斯的故事 我们前面讲到普罗米修斯的故事 我们回头还要讲普罗米修斯的故事的演变 我们先看俄迪普斯的故事 俄迪普斯杀父取母的故事 我们已经讲过了 讲过了俄迪普斯的故事 最后是怎么样呢 他在无意当中杀父取母 最后发现了真相 刺瞎了自己的双眼 流落荒野 流落荒野之后 他的故事没有结束 并没有结束 这就是古希腊人了不起的地方 叫什么 绝处逢生 人们以为这个事已经到了尽头了 文学呢 刚刚从这里起步 俄迪普斯 刺瞎了自己的双眼 去荒野流浪之后 古希腊神话并没有把这条线中断 照理来讲 这条线已经很完整了 没有 俄迪普斯还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这两个儿子两个女儿的命运 也被载入实测 成为希腊神话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看希腊人的勇气 这么一个杀父取母的一个罪人 他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不孝子孙 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俄迪普斯的两个儿子 为了争夺城邦的首领 在俄迪普斯刺瞎了双眼 去荒野流浪以后 城邦的首领啊 位置空缺了 两个儿子就要争夺 争夺彼此残杀 互相死在对方的手里 剩下了两个女儿 怎么样面对死去的两个哥哥 这两个女儿 一个人名字叫安提戈捏 一个人名字叫伊斯莫涅 这是希腊神话当中 响当当的名字 安提戈捏伊斯莫涅 也是欧洲文化的一个种子 就是西施啊 林黛玉一样的人物 就是说你提起他 就会让人联想到很多的 王昭君一样的人物 当然不是一回事 就是说你提起来他就这么有名 这么有影响 叫安提戈捏和伊斯莫涅 我们把安提戈捏和伊斯莫涅的故事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故事呢 就是著名的希腊悲剧 索夫科勒斯的一个重要的悲剧 叫做安提戈捏 记录下来的这个故事 我们注意到 艾斯库罗斯为什么成为 希腊的悲剧之父 我们以前中学课本就背过 索夫科勒斯也是 古希腊的悲剧的一个伟大的作家 实际上呢 是因为他们借助了神话 记录了神话 所以他们成为了不起的作家 叫河马 他记录了这些神话 他成了伟大的史诗的作者河马 不管他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 同样 这些神话也有赖于这些作者 这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理解吗 就是说因为有了神话 造就了这些作者 因为这些作者 神话得以千古流传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离我们近一点的例子来讲 比如说在那遥远的地方 王洛宾写 是吧 那么青海有那么多歌 那么多花儿 为什么随风飘去了 人们没有记录下来 记得一个王洛宾呢 因为他点识成语 他把好的才能变成了艺术 他写的旋律歌词 非常的优美 和一般的花儿不一样 他借助了这个民间的 这些好的材料 完成了他优秀的作品 这两者的关系是这样的 理解吗 一个是土壤 一个是种子 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单纯的 讲 王洛宾 之所以能成 完全是因为 这个青海有这么多的 花儿有新疆的民歌 不一定 以前没有王洛宾的时候 也有这么多民歌 没有在那洋洋的地方 就是说王洛宾离不开这些 花儿离不开这些民歌 这些民歌呢 也离不开王洛宾 就像古希腊的神话 离不开索夫克勒斯 索夫克勒斯 艾斯库罗斯 艾斯库罗斯也离不开这些神话 好 我们现在讲 安提哥捏的故事 安提哥捏 姐妹两个 面对着死去的兄弟 和城邦的领导 领袖 就是他们的舅舅 就是额迪普斯的母亲的兄弟 舅舅 叫柯瑞翁 柯瑞翁当了城邦的首领 结果柯瑞翁就颁布了一条法令 说这两个兄弟 其中一个是合法继承人 另外一个是谋反的 所以那个合法继承的兄弟呢 可以按照礼苏来安葬他 埋葬他 而那个 谋反的 夺权的 那个兄弟 要让他 曝尸荒野 被猛禽把他的尸体吃掉 因为他是谋反的 城邦规定了这个法则 为什么要规定这个法则 因为你要把那个谋反的人 也安葬了 大家不都要造反了 要惩罚那个 他死无葬身之地 为什么 因为他造反 犯上作乱 是吧 所以城邦规定了这个法则 可是安提戈尼说 不 他是我的哥哥 这两个都是我的哥哥 我就要用 亲人埋葬亲人的方式来安葬他 所以这个安提戈尼就跟他的妹妹上来 这个悲剧上来就商量说 你知道吗 城邦颁布了这个法则 不让我们安葬兄弟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俄迪普斯的儿女啊 这么不幸 兄弟互相死在对方的手里面 可是呢 我要去把他埋葬 我要在他的这个尸体上撒上土 因为按照古希腊当时的习俗 一个人 如果尸体 死了以后尸体不被安葬的话 是非常残酷的 对死者的一种惩罚 大家知道你们看过 那个特洛伊战争的有个电影 其中有一个细节 就是那个战神 阿基里斯和特洛伊的战神 赫克托尔 希腊城邦的战神 阿基里斯和特洛伊城邦的战神 就是帕里斯的哥哥赫克托尔 两个人打 最后赫克托尔被打死了 赫克托尔的爸爸 也是帕里斯的父亲 深夜闯进了敌人的营葬当中说 你能不能把我儿子的尸体还给我们 我们要为他举行一个盛大的葬礼 古希腊人有这种习俗 亲人啊 尊敬的人啊 一定要 他死后一定要及时地安葬 所以呢 这个安提格尼就说 我要埋葬 他的妹妹说 不 咱们弱小 敌不过这个城邦的法则 我们两个都是弱女子 这怎么可以呢 安提格尼说 不 你要去 你要不敢去 我自己去 最后呢 安提格尼就 冒天下之大不愧 他反抗城邦的法则 把这个 他的兄弟的尸体安葬了 就是在他身上 撒上了一层土 就是作为亲妹妹 安葬了自己的哥 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 就是他买通了这个守兵 看守的士兵 他花钱买通了这个守兵 这个里面还有一段议论 什么金钱啊 使这个善良的人作恶 这个到处流通 这句话是被马克思引在资本论里面的 就是这个安提格尼当中的原话 索福克勒斯的原话 是这个金钱是怎么来的 当时这个钱是派正规的用处的 正当的用处的是 安提格尼收买了守兵 让守兵在他兄弟的尸体上 两个人的尸体上都撒上了土 而克瑞翁就是城邦的首领 他的儿子叫海蒙 海蒙和安提格尼两个人是相爱的情侣 最后安提格尼和这个 克瑞翁的儿子海蒙两个人一起殉道殉情 为了情感 海蒙跟安提格尼一起死 安提格尼为了埋葬他的兄弟 违反了国家的法令 死了 被处死 所以整个这个故事 这个俄迪普斯的故事 后面还延续着 安提格尼的故事 在我以前 讲课的时候 思考的过程 我一直觉得 安提格尼遵循的是天条 而天条 与之相冲突的是城邦的法则 与之相冲突的是城邦的法则 天条 安提格尼认为 安葬兄弟是天条 我一直到今天 我才醒悟过来 什么天条 就是人的法则 是吧 这个天条 也就是亲妹妹要埋葬哥哥 这是人之常情 所以在古希腊的人看起来 人之常情就是天理 大家不要小看这一点 这个里面 我们能够理解安提格尼的故事 但是我们却忽略了 在我们身边的故事 我学了安提格尼的故事 我就发现了 我们身边存在着这样的故事 我在烟村里面 就有这样的故事 就讲到这个女主人余善真 她的父亲死了 她要去纪念她的父亲 结果被人抓起来说 你给地主招魂 你给反革命招魂 这种事情非常普遍 这不就是安提格尼的故事吗 我小时候听到我妈妈 跟我讲一个故事 也是我亲眼看见的 那么真切 我经常就会想起来这件事情 什么样一个故事呢 我妈妈原来是在南京大学外文系 英文专业 她有一个同事 到现在还在世 一个书女 英文非常好 人也非常漂亮 她的父亲呢 是一个香港的资本家 家里面 按现在的话讲 条件很好 她从小养尊处优 可是赶上那个时代 不说以前 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她自己很积极 作为资本家的女儿 她要求入党 她业务也很好 人也心地也非常善良 大家都很欣赏这个人 但是呢 她的父亲当时 要从香港 资本家的父亲 要从香港来看她 这在今天看来 很正常的一件事 甚至还是光荣的一件事 资本家的父亲来看 在当时如临大地 简而言之 组织上派她 监视她的父亲 她就接受了组织上的命令 就监视她的父亲 她的父亲回来 她半夜就睡不着 老要看她父亲 是不是在发报啊 是不是在干什么 她就很紧张 就失眠 然后就把她父亲的情况 汇报给党组织 简而言之 她父亲就被诊死了 被诊死了以后 她就精神分裂了 就是崩溃了 精神崩溃了 我印象特别深 我小时候跟我妈妈 下乡劳动的时候 一个特别温柔 一个特别怎么说 一个善良的 一个温和的一个女子 就像窈窕淑女的那种形象 突然有一天 发作了 劈头散发 我印象特别深 她拿一个唐瓷的脸盆 过去人用了唐瓷的脸盆 写着这种红霜戏 大家见到过没有 唐瓷的脸盆 她用双手这样 像拧麻花一样 啪一下就把这个脸盆就拧歪了 然后那个脸盆的瓷 就啪啪啪地往上跳 我印象特别深 我当时就在边上 就是这个人 人精神崩溃的时候力气非常大 他啪一下 把这个唐瓷盆就拧麻花一样 拧了好几道歪 就是精神崩溃 他现在一个人还在敬老院 从来不提这段往事 我也不好说他的名字 我相信这不是一个人的经历 是在那个时代很多人的经历 这是什么经历 这是什么冲突 说到底是什么冲突 古希腊人早就触及到了这种冲突 城邦的法则和人的亲情之间的冲突 所以为什么古希腊神话了不起 他在任何时代 人们都面临这种选择 你到底是要亲情 还是要党 还是要革命 这个很残忍的 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所以大家知道在论语当中 还有一个故事吗 我们是孔子的后代 假如我们有这个前提的话 我们回忆一下这个故事 很奇怪 这个故事没有人提起 这么多人讲论语 这么多人讲法律 没有人提起 有一个人问孔子 说有一个人偷了羊 他的父亲 从前有个人 他的父亲偷了羊 儿子就去揭发他 说这个人怎么样 孔子说这个人不怎么样 孔子说在我们乡里面 父亲偷了羊 或者儿子偷了羊 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父亲为儿子隐瞒 儿子为父亲隐瞒 这是孔子的逻辑 这是违法的 这不是包庇犯吗 孔子不是学法律的 孔子脑海当中 还有比法律更重要 是什么 是人情 所以我们现在动不动去讲 中国怎么腐败落后 这里面不是这么简单的 我不是说这些腐败的对 而是说人情啊 人心啊 不是一件小事情 绝对不要把它当成贫穷落后 然后这个愚昧 甚至腐败 把它画等号 不这么简单的 文学不管这套 文学讲的是什么 是人心和人情 人心和人情 而且我告诉大家 法律和法则 都是战士的 人情是长久的 艺术是长久的 你们去看法国的拉雪兹公墓 人们去献花的 人们顶礼膜拜的 都是肖邦啊 没有塞啊 这些文学家 艺术家 有很多律师啊 没有人献花 当年的律师 不是这里 不是说律师不对啊 我是说啊 就是文学啊 超过这个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 城邦的法则 和人的内心的冲突 我们回过头来看戏剧 戏剧是什么 你们学法律的不要郁闷啊 我是说人心和做一件事情 是不一样的 人们可以用心来衡量一件事情 用法律的尺度来衡量另外一件事情 这是并存的 不是非此级别的 我们来看 戏剧 戏剧 战体字是这么写啊 戏剧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虎是指一种形式 外在的形式 这个斗 是指一种礼节 礼仪 这个阁 这种干阁啊 就是用一种形式来反映一种礼节 礼俗 宗教礼俗 而这个虎 这个是一个野猪 事是一个野猪 虎和野猪碰到一起 怎么样 起了冲突 戏剧啊 我们说这个事情有戏没戏 有戏 就是有冲突 安提戈尼多有戏啊 他的戏在哪里啊 他的内心的冲突 非常的鲜明 俄迪普斯 多大的戏 道德和人的内心 人的命运和天神的命运 多么激烈的 不可调和的冲突 最后冲突产生了什么 产生了对后人的一种启示 一种启迪 也就是说 人的法 人心 人情 与城邦的法则 哪个更重要 这里呢 我还是讲到现实当中的故事 也是我 这个刚刚在电视上看到 你们知道吗 有一个网友 叫陈兰的人 做了一个惊天的举动 我在上海东方卫视看到 一个三四十岁的一个母亲 她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现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 她在一个 她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 这个帖子呢 是一个婴儿的阿姨发的 说什么呢 就一个孩子啊 大概是几个月大的婴儿啊 几天 送到临终关怀的医院里面去了 也就是说 让她去等死了 而这个 这个孩子呢 她先天有缺陷 有生理上的缺陷 那么有生理上的缺陷 不能活了 可是呢 这个网友啊 就组织了一帮人 就到临终关怀的医院去 一激动把这个孩子就抢走了 抢走了以后 这个女士就说 我来养她 我负责 我来养她 因为她已经 她讲了这个细节 她说我抱着她的时候 她只剩下一层皮了 她这个孩子送进了 临终关怀医院十天 不吃不喝 居然没有饿死 还有一口气 她以为只有 可能不行了 她就用母乳来喂她 正好这个人的孩子九个月 用母乳喂她 渐渐的 她嘴唇湿润了 渐渐她有一种求生欲 她的嘴唇开始蠕动 她开始吃奶了 最后她就活过来了 活过来 这个陈兰呢 就把她放到北京的一家医院去治 结果呢 这个病人的家属呢 因为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 这个孩子的父母呢 亲生父母呢 就跑到医院来 带了一帮人来抢人 两边对峙 最后呢 这个在孩子的父母承诺 给这个孩子继续治疗的前提下呢 这个孩子还是给他们抱走了 就是最近发生的事 这孩子现在生死未捕 那么这个电视台就做了个节目 这个人也出场了 有一个正方 有一个反方 正方就说 应该救孩子 反方就说 不应该救孩子 反方的有一个是什么 资深媒体人啊 还有一个社会学家 正方的一个什么心理学家 还有一个律师 总而言之 就争论 并且投票 而且 居然大多数人认为 是不应该救 因为这个孩子的病很不好治 而且这个人 行为是违法的 这个人要是如果孩子死在他的怀里的话 他要付法律责任的 然后这个母亲说了一个非理性的话 一个安提哥捏式的话 说随你们怎么讲 你们说我是人渣也好 说我是作秀也好 我就是要抢这个孩子 我就是要救这个孩子 我向大家许诺 我用我的全部的积蓄 就这个孩子将来的一切治疗的费用 我负责 我给他提供一切费用 我帮他治疗到底 他是这样来讲话 这个人不理智 这个人野蛮冲动 这个人在社会学的角度来讲 社会学家说出了很难听的话